南韩天团BTS防弹少年团红遍全球 13日才刚发行出道9周年新歌精选级Proof 其料在14日晚在官方频道中 突然宣布将暂时中断团体活动 强调单非不解散 消息传出吓坏大批粉丝 成员们在真诚的诉说心情时落泪 坦言他们在忙碌中遗示了自我 而如今决定拥有各自的时间 是为了让防弹少年团长远的走下去 BTS上月底刚拜访美国白宫 近日才和4000名粉丝同乐 露制音乐节目之后还将上横宗宣传歌曲 没想到成员单非消息来的飞快 成员们亏欠说感觉像做了不可原谅的事 很对不起粉丝 好像犯了罪一样 其实回顾他们一路走来真心不意 如今有了选择大多理性的粉丝一定会祝福 防弹少年团成员在一起当了许多年的练习生 只为了心中能出道的梦 但其实他们由于是小公司又是走的实力挂 出道初期并不理想 甚至被很多人嘲笑长得太丑 却从未放弃心中梦想 自出道以来 防弹少年团一直用他们自己的努力来向世人证明 偶像组合也是有非常强大的实力 低谷过后的BTS实力终于得到认可 成为寒于少有可以媲美顶级天团XO的顶级男团 在防弹少年团刚出道的时候 这只组合还是没有什么太高的人气 很多人当时都没有听过防弹少年团这只组合 在刚出道就没有得到一个好的推广和一个很高的人气 这个对于一个新人组合是莫大的压力 很大程度上是有两个主要的原因 一直在影响着他们 导致这只组合没有什么存在感 众所周知 在韩国的娱乐圈当中有三大非常出名的娱乐经纪公司 而在这三个娱乐经纪公司旗下的艺人 每一个都是非常的优秀 而同时他们也是在整个韩国地区非常的受欢迎 而其他一些小公司所推出的艺人组合 并没有像这些大公司一样有着非常多的资源 同时他们在很多音乐制作方面也相对来讲要差一些 在韩国如果想要拿到非常高的人气 或者是在音乐榜单上有好的成绩 那就必须要靠实力说话 而更多的是靠公司的推广才可以 冯淡少年团的公司在他们出道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公司 一直以来他们的音乐创作 基本上都是由冯淡少年团的成员们自己独立完成 而那个时候公司也没有太多实力 去为他们打造 除非是在很多基础的条件下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 剩余的项目推广 还有商业的机会也是少至甚少 导致冯淡少年团在刚出道的时候就陷入了困境 抛开公司的问题还有一个原因也是非常的重要 当时冯淡少年团在康出道的时候 碰上了同级出道的XO 而XO的所属公司给他们提供的资源非常多 并且粉丝也要远超冯淡少年团 当冯淡少年团和XO两支组合在舞台上同台竞技的时候 就非常的不占优势 很多时候出道的歌曲就直接影响了一个男团未来的发展 刚刚出道的时候 冯淡少年团就没有觉得什么好的成绩 很多人都不太喜欢他们的风格 这也是观众和粉丝们不买账的原因之一 因为冯淡少年团的歌曲可能不太贴合于当时韩国主流音乐 所以冯淡少年团一直都没有什么起色 而过了几年以后 冯淡少年团终于迎来了曙光 他们将自己的目光发展到海外 而在海外的平台中 他们可以说是非常的受欢迎 逐渐的冯淡少年团才有了起色 慢慢的回归到了大众的事件当中 沉淀的这几年 冯淡少年团可以说是做出了很多的努力 他们开启了直播的方式 向全球粉丝们展现他们的魅力 直播的时候 粉丝们都会花很多的时间 在直播间看凡淡少年团几位成员的容颜 而他们的公司也是将凡淡少年团的歌曲 放在海外的音乐市场中收听 没有想到这一举动 直接给凡淡少年团带来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凡淡少年团的歌很多都是他们精神抑制的体现 不论是出道追梦的 回敬黑粉的 帅诈自恋的都不是随随便便写的口水歌 而是包含了血汗类的内心剖白 无论是不是粉都能感受到他们的真心 BTS就像一家人一样 一起渡过难关 一起享受荣誉 每个向前奔跑的同事 回头就有六个人站在身后支持着自己 可以说为了团队的发展 牺牲自己的利益 每个人都或多或少 牺牲了自己的很多利益 也许很多人认识他们 是因为被评为世界首帅的金太空的脸 也可能是名声很大很帅的田真国 但他们的音乐 他们的歌真的很好听 最终人们欣赏的是 他们对音乐的这份态度 或许大家对于从前的金南俊的脸 带着些许偏见 但是了解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才华行义的男人的魅力 从Wins开始到Anseer 仿泰少年团对于音乐的态度一如既往 金硕珍 高学历 好家世 温柔帅气 嗓音轻柔 所以幸运的被人谩骂是花瓶 不适合BTS的明语期出道前患有抑郁症 所以被人幸运的骂成精神病患者 正好戏的人设士气温担当 所以幸运的被人生成抢劲 田真国被围六推上热搜 那些人齐鸣声讨 这个当时未成年的男孩 金南俊 朴志敏和金带亨 更是相同不止 这一切铸就了独一无二的BTS 不过遗憾的是 所有的美好都将落幕 这群意气风发的少年挥手告别 寻找属于自己的远方 可能我们这一刻才明白 其实家的温暖与港湾 可能真的会有一天 变成阻挡少年前进的藤蔓 RM表示 结束暗活动后 很多感觉都变了 甚至有点不太清楚 BTS的地位 以及究竟是个怎么样的团体 成员们度过多年来的宿舍生活 RM直言 其实七个男人一直住在一起 真的不太像话 补充说 与其说我们是朋友 其实更像是家人 应该保持距离 互相守护彼此私生活 在刚结束的团队 整段聚餐会谈中 RM主动提到团体的未来方向 自从新冠疫情爆发后 虽然有Denement Barter等歌推出 但他开始意识到 整个团体彻底改变了 整个业绩的问题点 来自于没有让人成长的时间 每天就是重复着 早上起床 先去化妆 然后接着跑活动 这样日复一日的轮回 他认为自己需要有独处 去思考进步的空间 但如今却变得迷茫 RM形容自己 现在像个rap机器 已经不知道BTS 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 虽然大家在表演上都很棒 但他发现 自己的内心相微困住 更坦言 从2021年开始 就萌生了这个念头 不禁哽咽 成员争果和G-Hope 也纷纷流下眼泪 接着苏卡也表示 明明很想透过歌曲 传达一些什么 但现在却变成 是为了满足大众的喜好 再硬挤出新作品 让他相当痛苦 苏卡直言 从2003年开始创作以来 都没有办法 好好纯粹的享受音乐 也变之间 让他从当初 还有想说的 但不知如何说 到现在变成 不知道要说什么了 因为完全没有 个人时间去独立思考 志米则坦言 有些事不能坦白的说出来 让他感到很疲倦 志米透露 我们亲人真的不一样 性格喜好都不同 比起默契 没有默契的地方更多 苏卡在打趣表示 能一起生活就是奇迹 但微消息传出后 相信很多粉丝内心 和课代表一样 都是无味杂陈 我们有理由相信 他们不是一时冲动 成员已经有 各自发展 个人计划 反而有助于团体的协同合作 他们也透露 接下来将由 G-Hope 大头阵 率先发表 个人正规专辑 BTS成员公开 内心想法 坦证需要有个人的时间 思考身为偶像的意义 也希望粉丝 不要负面看待 而是支持他们的决定 面对偶像 公开透露 内心的挣扎 在全球粉丝之间 掀起热烈讨论 许多人一定和 柯代表一样 一方面感到心碎 却也表达着 有衷的祝福